嗨各位小餐神 我是宝可夢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 就是你画面上看到的 国外刷卡有高回馈的排行榜 这个蛮有趣的 因为最近下半年开始有一些旅游复苏的迹象 所以很多人也开始在寻求一些 海外刷卡有高回馈的卡片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节目 就是为了要满足大家的需求 所以特别找了10张的卡片 然后你只要带着这些卡片出国去用 你就可以拿到高额的刷卡回馈 那来看我们的index 第一个会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你要怎么去挑选信用卡 有三个原则来跟你解说 第二个就是高%回馈的卡片有哪些 我们一样也会跟大家做介绍 最后就是结论这样子 好那我就进入我们的主题啦 挑卡的注意事项 第一个就是请你要注意 不论是哪一张信用卡 通通都会有海外交易手续费 1.5%的这个部分 这国内很少有就是不收取的 所以呢请你在挑选信用卡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要高于1.5%的交易手续费回馈 这样子你才不会亏本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卡片的回馈规则 每一家都不一样 有的是给你现金 有的给你是点数 有的是刷卡金 都不太一样 那有的是扣你账上的台币 有的是扣你账上的外币 那甚至 有的需要事先登录 才能够想有高回馈 那不是卡片的常态回馈 所以你在出国之前 你在挑选信用卡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功课 那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点 是2022年的7月底 所以 如果时间久一点之后 你回来看这支影片 就是有一些银行的游戏规则 已经改变了 所以请你一定要上官网去特别的关注最新的资讯 以免就是过期的资讯 第三个就是注意国际发卡组织 怎么说呢 像在日本跟韩国建议使用JCB 它的汇率可能比较好 那如果你是在欧美国家的话呢 建议就使用Visa或者是Master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汇率的状况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是一般的通则 建议你如果要出国至少在三到四张的信用卡 而且有不同的国际发卡组织 这样子才不会遇到说 忽然间刷不过 那你就必须要再换一张卡片 但是没有卡片就很尴尬啦 好 所以呢 就是提醒大家的三大 这个注意事项 好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主题咯 要来推荐的卡片呢 至少都是3%起跳的 第一张 富邦OpenPassport联名卡 它是Visa发卡组织 在中港澳3D 有3%的现金回馈物上限 所以如果你常常去中国出差 或者是常常往香港或是澳门方向走的 那么你可以办下这张卡片 至少有3%的现金回馈物上限 这是蛮好的 但是如果是日韩或者是其他国家 这张卡片就没有那么高的回馈 然后就不适用了 那一样就是海外交易 一样会收取1.5%的手续费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扫码直接申请 最简单 活动时间是去年的9月28号到2022年的9月30号 所以2022年的10月开始 它的权益可能会有所变更 请你要上官网去查询一下 再带出门 好 那怎样才能够减免年费呢 很简单 你只要设定这个富邦银行的账户代扣交 或是申请电子账单 就免年费的 所以这个其实不困难 有一些卡片要年费 但这张卡片其实还好 下一张呢 是台信银行的Flygo卡 台信银行的Flygo卡 它这次有一个新的卡面 这个是蛮流畅的 有流线型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上网去申请 或者是你可以去 网路上可以申请 就是剪卡 然后去加办这张卡片 那你一样就是可以换卡 换一个新的卡面 那其实它的权益都一样 那它呢 就是海外的部分 网购 有3%的现金回馈上限 但它有个缺点 就是它有绑一个消费的门槛 就是你当月的刷卡消费 需要5000块以上 才能够有3%回馈上限 但如果你刷不到那么多的话呢 就请你用别的信用卡 因为这张卡片没有3000块 的话 你的这个回馈率是0.2% 就蛮惨的 所以请你确定 一定会刷超过5000元 再用这张卡片 那提醒大家 它的活动时间是2022年的 4月1号到2023年的1月31号 那也需要用这个Richard账户来扣角卡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账户扣角的设定的话呢 你是拿不到这个回馈的 但年费的部分的话 你不用担心 你只要有做这个电子账单 或者是这个行动减讯账单 而且生效的话 就会想免年费的优惠了 所以这张卡片 早期是不用有这个门槛的 但现在有 所以你们就是使用的时候 自己特别注意一下 好 下一张呢 是永丰必备卡 永丰必备卡 其实也是我现在在主力使用 为什么 因为我最主要是拿它来扣角 这个Facebook的广告费 那常印刷就是五百一千美金 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 它这个递销的门槛 我是可以达到的 它在第三季的权益优惠呢 它是要求你说 你要有新增消费2000元 才能够拿到海外的3% 现金回馈无上限 那它的发卡组织是Messor Card 我会反而比较推荐 为什么呢 其实Visa跟Messor 大家在刷卡的时候 其实收取的汇率不会差太大 但是呢 如果你在海外有做刷退的交易的时候 Visa组织呢 它是会额外收取交易手续费 但Messor Card 这个Messor Card 国际网卡组织 它是会把上一笔的交易手续费也退还给你 所以我个人觉得Messor Card会优于Visa 也是我自己比较爱去使用的啦 好 那这张卡片因为它是联动外币 所以呢 你必须要外币帐上有这个美金 比如说我是美元必备卡 所以呢 我做的美金消费 它都会直接扣我帐上的美金来做支付 所以它不是扣你帐上的台币 所以这个大家需要特别去注意 好 那3%现金回馈无上限要怎么拿呢 其实就是你要有电子账单 然后呢 外币的存款月均余额 达到10万元等值的外币在帐上 第三个就是要当月新增消费要2000块以上 你就可以拿到3%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如果你觉得很麻烦的话呢 你就用别的卡片就好了 这张卡片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适合你 好 那年费的部分呢 你只要有电子账班 一样免免费 很简单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直接扫码办卡 或是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都有相关的办卡连结 下一张 联邦绿卡 联邦绿卡它的发卡组织是VISA 所以会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你如果是在海外不小心做刷退的部分 你要再额外支付一笔这个交易手续费 但是之前收的那笔你还是要直除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自己斟酌一下 海外的话呢 直接有3%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所以呢 这张卡片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门槛 你只要就是成功申办电子账单 那它的刷卡的这个回馈呢 是属于小处点之后不足一元直接舍去 是无条件舍去的 如果你就这点也还好的话呢 它就会在次期账单就直接回归到你账上直接折底 账上的消费 所以这个也是很不错一张卡片 那它不用年费 你只要有电子账单就免年费 所以这张卡片也是蛮简单容易入手的 下一张呢也是联邦银行的卡片 这就是联邦赖点卡 它最近好像做了蛮多的广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扫到 这张卡片呢 其实在两三年前推出来的时候 它就是国内2%海外3% 然后点数回馈无上限 其实已经是蛮吸引人的 所以它回馈的是LinePoints点数 海外3%无上限 那么海外一样要支付1.5%的交易手续费 活动时间是今年的1月1号到2022年的12月31号 那你只要有申办电子账单跟成功绑定LinePay 就可以拿到LinePoints点数回馈 在海外的交易的话呢 它会扣你1.5%的这个刷卡金 交易手续费直接折账 就是扣账上的金额 但是呢 它回馈给你的是3%的LinePoints点数 那包括在海外网购 一样也是有3%也OK 还不错 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扫码申办 最简单 下一张 一样是联邦银行的 它就是都吹这种所谓海外3%的 算是联邦的三雄 就蛮好用的 联邦幸福安卡 因为它是Messor Card 我会比较推荐你去用这张卡片 那一样 它是海外消费 有3%的现金回馈 无上限 所以很建议你就是联邦银行的额度呢 调高一点 那去国外呢 这三张卡片 如果刷不过就换一张卡刷 也不错 一样要支付1.58的交易手续费 活动时间是2021年的11月9号 到2022年的10月31号 蛮有趣的 就是这三张卡片的这个活动效期都不一样 所以你在使用之前 你还是要特别去注意 因为它们是不同的时间点上市 所以它们的那个活动切点 就切得比较不一样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一样 绑定电子账单就有3%回馈 那一样电子账单就不用缴缴年费了 所以这个也是都是3%回馈的卡片 大家都可以参考 下一个 3.88%台北富邦银行的J或JU卡 其实它们只是名字不一样 但实际上卡片回馈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要去日本跟韩国玩的话呢 非常建议你申办这张卡片 在2022年的下半年呢 它是在日韩实体刷卡通路 有3.88%的回馈无上限 所以很不错 那一样海外支付 一样要收取1.5%的交易手续费 除此之外的话呢 它们没有什么陷阱 如果你是海外网购 那就不适合这张卡片了 因为海外网购没有到3.88%那么多 你一定要亲自去日本实体刷卡 或是去韩国实体刷卡 才能够拿到3.88%的回馈无上限 所以这个银行应该是 已经是这个歌喉战了 活动时间是2022年的7月1号到12月31号 明年有没有延续不知道 要看 那它的回馈呢 其实是1%的基本回馈 再加上1%额外的这个加码 这是国内刷卡的部分 在绑定LinePay支付的话呢 是国内1% 然后再加上海外的 再加上额外加码的2% 或者是新户是2.5%的回馈 所以依你自己的新户跟旧户 然后在国内跟国外 有不同的刷卡回馈 这个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去参考以前的这个影片 或者是我写过的文章 其实都有这个详细的解释 需要担心年费问题吗 不用 因为只要电子账单就免年费了 好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直接申办 最简单 下一张 汇丰旅人卡 这个汇丰旅人卡蛮妙 因为它不是现金回馈 它是属于这个里程回馈 所以里程回馈非常难以去计算 它的这个回馈率到底是高是低 因为你的里程呢 如果你不是把它拿去转卖的话呢 你把它换成机票 其实它的价值是更高的 所以它的海外消费 可能会高于 我这边写的4.5% 这个4.5%怎么来的呢 就是海外刷卡是10月10 那它现在呢 如果你换的是1比1兑换长荣的里程 现在长荣的话呢 它最好的贩售的价格是0.45 所以呢 你像稍微除一下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你在海外刷卡的部分 大概是4.5%的回馈 但是你要再扣掉1.5%的交易手续费 所以大概就是近赚3% 那如果你自己把它拿去兑换 就是中长城的商务舱 或者是头等舱 那么你的这个现金回馈的水平 可能会到5% 6% 7%以上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张卡片 是我目前的主力卡 也是我们全家人都一起在刷的 因为大量累积的里程 在不久将来就可以换成金票出去玩了 这对我来讲是CP值很高的一件事情 那活动时间是7月1号到12月31号 这个数字有点写错了 但基本上是2022年的12月31号啦 那它的旅游积分呢 可以1比1兑换成15家航空公司的里程 华航 长荣 亚洲万里通跟新航奖励计划 都是很不错的这个方案 你们可以上官网去参考 但是它需要有年费哦 大部分的卡片都不用年费 但是里程的信用卡是需要支付年费的 像我第一年我申请的时候 我有支付8000块年费 那第二年之后就遇到疫情 所以第二年的续卡 其实年费都要缴8000 但是我后来我就是跟他argue 所以他就是年费减半 续卡的也减半 所以我现在已经缴了两年的 4000块的年费 那缴了4000块年费可以拿到4000里 所以这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所以如果你要长期的使用里程卡 你就必须要去关注年费的这个议题 因为年费这个东西 如果能够不要缴 当然是不要缴啦 但是因为这个里程卡的成本比较高 所以他一定会要求消费者支付年费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 你就选择就是跳过不要申办就好了 最后一张 将来银行的将奖卡 这真的很妙哦 因为这半年开始跟大家介绍这张卡之后呢 我发觉他真的非常的万用 比如说我去买电影票 然后我去吃饭 像前一阵子我去高雄 这个乌凯婷 就是高级的这个料理 米其林料理 花了多少 四五千五六千 直接说这张卡片就是95折 所以这张卡片呢 他在做任何的消费 包括海外交易 都是有5%的回馈 等于是打95折 可惜他有上限 就是每个月刷五千块以内 就是有95折 就是这个250点的N点回馈 但是超过的部分只剩下1.5上限 所以如果你要带出国去用的话可以 但是呢 他的上限如果超过就不要再刷他了 那他的活动期间是 3月27号到8月31号 接下来会不会往后延续呢 你可以关注我的平台 我会持续的跟大家更新 就是这个卡片的资讯 所以这个也是蛮不错的 也希望就是将来银行 他能够持续的推出这个优惠 能够让大家就是每个月都刷好刷满 真的是蛮不错的 现在本团开户 好像已经有2500多人上车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上车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你 就是赶快一起来上车 因为大家都在这里 大家都觉得很好用 就提供给你参考啦 好 那最后呢 我们的结论 还是跟大家稍微简单的 这个解说一下 我建议大家 出国的时候 不要只带一张海外高回馈的卡片 因为你真的很有可能会 刷这张卡片刷不过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 就一定要替代卡 然后可以刷第二张或第三张 这样子的话呢 才不会打坏你的玩性 因为我说真的 在海外有任何各种可能的情形 就忽然间什么授权码不过啊 或者是卡片有问题之类的 所以都很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请大家就是从这一集的节目里面 挑两到三张适合自己的卡片 并且申办下来使用 以备未来不时秩序 好吗 如果你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很不错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你 就是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就是用信用卡理财 跟省钱的这些技巧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